老鼠咬线 我们拆开这个电控箱 那我们现在拆一下这个主板来 看见没有 这边上有螺丝的 我们把这个拔掉 这是变压器的 变压器的 这个一般就是电机的 这个磁控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拿出来 基本上就除了中身线 或者还有这个中身磁控线 就是这两根线 你看我们把这里 你看拿下来咬掉了 咬掉了 这个是电机线 基本上都是被咬光了 就全部换掉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拔掉 这个就是大盘电机跟中身电机的查线 现在我们这些线不要 再跟大家讲一次关键 在这里 换这个线 我们关键点就是在这上面找数字 看见没有 这边没有 这里就有个2 看见没有 我们再看那边 看见没有 这里是1 等一下我们这个线 看见没有 这一组线 这一组线 它就有1 2 看见没有 我们这个1的话 就是要在这里 所以我们每次在拆的时候 移就要从这个下面这里 从这下面穿上来的时候 这个是这个是插主板 我们这样 你看我插给你看一看 这个插主板 主板这个也有宽窄 你看看见没有 这样就这个 这个就太窄 这个太宽 你就根本插不进去 也就是说 只能插在这一个上面 插上去 你看 这个2这方 我们刚刚看了 我们看到这里 看见没有 这里是2 所以我们从这里穿过来 穿过来 这个2 这个2 看见没有 这个2 这个2也得穿在这里 这样 它就不会错 这个1 看见没有 这个1 就在这里 就一定要插在这里 它跟这个 跟这个1是配的 现在你再拔掉这个线 你先把这个光位给确定了 同样的 那边是3 那边是3 那边是4 也就是说 你在8这个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下这里 看见没有 这个 4 所以我们等一下 再组线 再组线 这组线 它就是3和4 还有1 2 然后我们1 也到这边 看 我们从这里穿过来 我们把这个插上去 这个插上去 我们把这个1 这样是1 1我们从这里 穿上来 我们从这里穿上来 1也走到这里来 1走到这里来 2就走到那里去 这个电击线 电击线也是同样的道理 看见这里 2就在这里 这就是输送的电击的 你看三个线的 输送的电击的 我们现在就注意这里 这个有 你看见没有 这是A ABCD 它就是 它在这个 边声电击上面 这个边声电击上面 一般来说 这个 ABCD都是边声 这里有个2 2就是这个机头电击 看见没有 就是这个机头电击 一般这边也是一样的 这是1 因为刚才我们这个方位定下来了 这是1 看见没有 这是1 这是1的话 这个电击上面 这个上面 如果是1的话 我们就结在这个机头电击上面 如果这个是 ABCD的 这个D D就应该结在这个 这个边声电击上面 你就 其他方位都是这样接 这样擦好一般就可以了 观点就正式教学玩具 记得关注 点赞 转发 我是老宋